哥 哥 嫂子 怎么了 圆圆 哥 我考上大学了 什么 考上大学了 哎呀 真是太好了 这咱们家终于住一个大学生了 好什么好呀 有什么可高兴的 这是让你来看通知书的吗 它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呀 这明摆着 是问你要学妹呢 还傻乐呢 哎呀 小梅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呀 这圆圆考上大学是件开心的事 开心什么开心呀 我告诉你 她一个女孩子上什么大学呀 除了乱花钱 嫂子 这考上大学 怎么能是乱花钱呀 怎么不是乱花钱啦 你要是自己有本事 自己拿钱去上 来找我们干什么 小梅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呀 这她是我妹妹 我是她金哥 她现在考上大学了 不来找咱们 她找谁去呀 找咱们有什么用呀 咱们家也不富裕 她是你妹妹 那我问你 是她这个妹妹重要 还是咱们这个家重要 小梅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你说谁无理取闹呢 哥 嫂子 你们两个别吵了 这学费的事 我自己想办法 哎 圆圆 你别走呀 你干什么看呀 我告诉你 不许背着我 我都给她拿钱 还不 石头 在看手机呢 是啊 怎么了 什么事啊那么高兴 石头 有件事啊 想跟你商量 小梅 你今天是怎么了 什么事啊 你说 石头 你也知道 我那个弟弟啊 也老大不小了 到现在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我呀 想给他买辆车 这以后 好找女朋友 什么 买车 哎 小梅 这买车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这咱家的条件也不太好 哪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呀 石头 你看看 这我们平时省吃俭用的 这存下来不是有五万块钱吗 到时候啊 拿给我弟弟 让他呀 付个首付 小梅 我真没有想到呀 这我妹妹考上大学 你连学费都不愿意给她出 现在倒好 要拿出咱们家所有的积蓄 去给你弟弟买车 石头 不是我说你 这你妹妹上什么大学呀 她以后找个有钱的嫁了不就行了吗 照样能过得很好 再说了 她能和我弟弟比吗 我弟弟长得又高又帅的 这以后呀 肯定有出息 我告诉你啊 咱们家的钱我做主 以后我说都算 小梅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过分 过分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去拿钱去 这 哎呀 这下怎么办呀这 石头 石头 怎么啦你这大红小叫的 还我大红小叫 这怎么回事呀 这存的五万块钱怎么就剩一万了 这我怎么知道呀 我也没见呀 平常不都是你保管吗 你少在这儿跟我装算 你老实说那四万块钱 你是不是拿给你妹妹了 你是不是拿给她上学去了 你吼什么吼呀 这钱就是我拿的 怎么了 就是让她上大学了 行啊你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既然瞒得我给她拿钱 这日子呀 没法过了 不过是吧 行 小梅 这话可是你说的 不过就不过 我早就受够你了 行啊 石头 咱们呀 离婚 我现在就走 以后都不回来了 李九爷 这都五年没有回老家了 这当初我哥和我嫂子 为了我上学的事 还吵架了 这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这也是事 我该回去看看 这鬼天气 最近呀 天天下雨 害那呀 工地上的活都干不了 哥 圆圆 是你 你怎么回来了 哥 我回来了 好好 这样长成大姑娘了 哥 就你自己在家吗 我嫂子呢 你嫂子呀 圆圆 不瞒你说 我已经和你嫂子离婚了 什么 离婚了 哥 这是怎么回事呀 没什么 这你也知道 我和你嫂子的关系 一直不是很融洽 这 我们呀 算是合凭离婚 哥 你老实跟我说 是不是因为当初 你给我拿了四万块钱的学费 没有跟她商量呀 圆圆 跟这件事呀 没有关系呀 行了 哥 你就别再瞒着我了 我也知道 你都是为了我好 我真的没想到 我嫂子会因为这件事 跟你离婚 你嫂子那个人呀 你也知道 哎呀 算了 算了 咱们呀 不提她了 你看看我 光顾着说话呢 来 圆圆 快坐 哥 我这次回来 真会来报答你的 这些年啊 你为了我上学的事 也吃了不少苦 圆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我是你哥 这爸妈都不在了 我供你上大学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哥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现在啊 妹妹也有出息了 也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哥 这张卡里呀 有一百万 你拿着 这全帮妹妹呀 对你的回报 什么 一百万 不行 这太多了 这笔钱啊 哥不能要 哥 你就收下吧 哥 你看看 这都这么多年了 你呀 还一直住在 这个老房子里 拿着这笔钱呀 你也可以去城里 去买套房子 圆圆 哥为你 这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呀 哥 这当年啊 我毕业以后 就和同学开了家公司 这些钱是公司的分红 这钱你就安心的拿着吧 圆圆 你现在啊 真是有出息了 都已经开公司 当老板了 这如果咱爸妈 知道这件事的话 肯定也会很高兴的 行 行 圆圆 既然这笔钱是你挣的 哥呀 就先帮你存着 以后你有用钱的地方 随时呀 再告诉哥 哥 石头 是你 你怎么回来了 圆圆 你也在呀 石头 咱们付款吧 什么 复婚 小梅 我没听错吧 石头 你没听错 咱们复婚吧 这以前呀 都是我不好 我知道错了 当初 我不应该离开你 你现在知道错了 你早干什么去啊 你不觉得 你现在回来 太晚了吗 石头 自从离开你之后 我又嫁了一家 可是 那家人 对我一点都不好 我说 嫂子 你当初那样对我哥 现在怎么还有脸回来 找我哥复婚呀 圆圆圆 圆圆 当时 都是我不好 我一时糊涂 你就帮我劝劝你哥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石头 我求求你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我告诉你 你呀 马上离开我家 行了 圆圆 你少说两句吧 你看 现在 你嫂子回来了 她也没有地方去 如果 咱们不收留她的话 她能去哪呀 这俗话说的好 一日夫妻 百日人 现在 你嫂子 也知道错了 我相信 她也是真心悔过 你以后 肯定不会 再做下那种 糊涂事的 那行 哥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 尊重你的选择 石头 圆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这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这个家 照顾你们 行了 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 既然 你们选择了 富贵 那么以后 就好好过日子